记得点赞关注我们哟 玩意大利的第八天 我们驾车乘着杜伦离开西西里 开始返程 返程前往阿拉贝勒贝勒 在那里有奇特的建筑 阿拉贝勒贝勒位于意大利版图的脚跟处 距离巴里不远 我们的计划是从西西里的Nassina前往阿拉贝勒贝勒 路程五小时左右 无收费站 游览完毕之后 从阿拉贝勒贝勒前往巴里的民宿 路程一小时左右 无收费站 阿拉贝勒贝勒是意大利普利亚大区巴里省的一个小城 有人口约11000人 城内的特鲁洛建筑世界之名 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特鲁洛的特色是墙壁用石灰涂成白色 屋顶则用灰色的扁平石块堆成圆锥形 据说是当地人为了逃税而造 而这种怪现象的原因是因为15世纪纳布洛斯王国的一道法令 要求这里的人民赴税更多 今天我们眼中美丽的房子 其实就是当年居民无奈的选择 在我眼中住在这里不会多舒服 仅仅是周峰党里罢了 时间不早 我们匆匆游览了阿拉贝勒贝勒之后 就开车前往巴里入住民宿 这一天在路上用掉了大半的时间 否则之后的路上就赶不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